2022花冬原创生活节24号在文创园区第11栋盛大开幕 今年以山海间的工艺日常为主题 集结花冬12种工艺素材 24位工艺家的精彩作品 揭开东台湾的工艺大展 展期一个月还有很多场的体验表演及试集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西上 文化不指导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2022花冬原创生活节 24日在花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11栋盛大开幕 今年主题《湘海间的工艺日常》 以12种工艺素材集结24位工艺家的精彩作品 也邀请人间国宝香蕉司工艺家严玉英 台湾工艺之家认证的郑梅玉等工艺大师共相胜举 今天非常荣幸代表本管江館长 出行2022花冬原创生活节的开幕节者会 本来因为有事情的话 前来特别指派我来表达感谢跟祝福的影子 首先请代表馆长感谢所有出席贵宾 也要感谢所有参与支持跟协助这次活动的艺术家 工作团队以及艺文签情跟美女朋友 因为各位的支持跟协助 才能有这么多精彩的活动跟展览时间在大家的面前 我们就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展览的机会 让大家可以看到看到大家的努力 还有看到大家对未来的想象的那些希望 那当然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才从生活棉举馆 把原创生活节这样子的概念我们 把艺术还有生活还有工艺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在这次的展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世代的这个工艺 我们从我们文化里面 我们延续百年这样子的工艺 我们有看到很多年轻的创作者 他开始用创作 开始用他的艺术想法去转化原本文化参与 把它变成现在的作品 那我们有看到更多的是 我们开始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去思考 我们如何创作出一些作品 可以让我们现在人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 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圈里面 我们怎么样把工艺放回到我们的生活 今年以花东工艺之美为题 邀请24位花东工艺师 带来陶瓷、竹藤、纤维、皮革、石液等 12项工艺代表性的作品 另外还有多长的工艺体验活动 原创音乐会与生活工艺主题至极 期盼又让民众感受工艺背后的生命体悟 与世代流传的智慧 展期至10月25日 更多活动详情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花东原创生活节 接着长帮彦华连士报导